裁政預算案提出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 裁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具體執行細節包括分多少期發放有微調空間 經濟持續低迷 政府計劃分5期向合資格市民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 帶動消費和穩住就業 不過市民對怎樣派有不同意見 具體分開多少期和怎樣做 這個有空間 都知道在現在這個經濟環境裏 市民各自的財政狀況都不同 有些市民會用來買一些日常的用品 所以我們想著使用範圍都盡可能闊一些 對於有意見希望派實體消費血 陳茂波說要做防藝特徵成本都高 而電子消費是未來的大方向 會敦促電子支付工具公司 以優惠方式協助街市等小商戶 安裝相關的裝備 這個財政年度尺至2500多億 力來最高 下年度尺至回落到1000多億 當中有近500億的收入 是來自匯撥的未來基金和房屋儲備金 陳茂波否認做好盤數 說做法只是增加透明度 未用到有關的款項 到五年後突然間一筆數入 那一年就砰一聲 我們那個收入就很大 可能甚至出現一個大家以為很大的盈獄 都不定這樣也未必好 今次就將它入數入回來 讓大家有一個看得通些 整個特區政府的財政情況是怎樣 另一方面我們通過這樣做 都讓一些外面的評級機構 看得清楚我們的實力 財政儲備去到2026年 會進一步跌到大概7700億 相等於12個月政府開支 陳茂波說無意為儲備 劃下硬指標 認為做法不科學 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思報導